發言為何… 這個司法當局,當局真是很籠統的 其實如果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說到底意見是什麼? 這個真是一個我很想知道的 我們真的不是為難政府當局 因為如果是司法界的意見的時候 當然是他們去處理那個問題 如果他給你一個意見 那你說這個意見可取 我們就說不可取 那他就不在 那怎麼辦呢? 這是一個挪心門的問題 我這樣做絕對不是難 其實真的令你們容易一些 因為其實他那個意見 真是很奇怪的意見 第一就是畫成添足 其實就沒有這樣的必要 如果你畫成添足寫下去有什麼好處呢? 我真的不明白 如果你這樣做不到 一定不會做得到的 那你怎麼寫不准人做呢? 如果說其實是有機會做到的 那你就要禁止他 那這個就很不公道了 就是用這個邏輯來推論 那你要去天堂當然很難 是不是? 要守租十二屆 是不是? 好像曾蔡權那樣 不要讓人知道 知道也不要認 才能去到天堂 要十二屆 那你 你都被人守租十二屆 是不是? 知道不認也能上去 你現在就說不行 我一定不讓他做 這個是… 其實在常理上是不通的 那我真的覺得很簡單 反過來想 與人為善 你不捨得我 有什麼損失呢? 這真是一個… 我覺得是最好的建議 就是你想要不要 就可以了 因為你始終… 將來有人強行提 我可以施行複核的時候 一樣是審理而已 但如果你現在 已經事先去剝奪了個人權利的時候 其實就是司法當局 沒有辦法去處理他提出來的問題 就好像埃及那個施生人手像 那個謎語是不會解答到的 所以我覺得你… 就是… 海撒歸海撒上帝歸上帝 如果他有什麼意見 你就讓他自己做 因為… 如果真的有某個情況 有個人真的說 要司法是他的時候 他們會處理 他們會用回司法的方法 去解釋那個法律來處理他 但他立了之後就沒有了 他自己做一個陷阱 讓自己說不用審這件事 不准嘛 所以這個是… 在常理上面是… 不合適的 所以… 我真是… 很想知道為什麼他們這樣做 這個真是… 不通的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司法有個好處就是… 他有好處也有壞處 司法… 湯說了 他呢 就不得全面 但是你中一點就可以了 就是說 我只是說這裏 其他我不算了 我只是說這件事而已 難道你給我一個判決 我 一判決就贏了 那你就去上訴 是不是 你的上訴 雖然間… 湯說了 就是說 是全面一點 但是我還不用跟他打那麼多 你做已經不行了 那就已經搞定了 搞定了 因為你明白嗎 我們… 多數都是公民向… 數政府的 公民已經是很嚴重的 被你剝奪了那個權利 那我中一點 先阻止了你 這個權利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 阻止行政霸道的方法來的 那如果你說 你去取消了這個權力 是令人… 就是… 有些… 不知道你想… 你… 不知道你想怎樣 我覺得 其實爭來也沒意思 其實當然 可以爭很久 如果你剪掉它便可以了 有什麼損失呢 對於你們 對於政府有什麼損失 或者對於消費者有什麼損失呢 那現在我就再說了 就是其實我一早已經和你們 在立法的時候 講明那個立法 那個… 那個… 宗旨一定要包括消費者 最終是有利於消費者在來 你們就不聽 你說不用的了 有些都沒有寫的 現在你就爭了 那條司法在哪裡呢 到底什麼叫小企微企 你… 如果你那個… 立法的原意… 那個… 那個題目 是要有利於消費者的時候 你解一通 其實阿葉太說的就是這樣 而已 如果我… 那條司法是只有… 一個區的 那如果… 對那個… 那區的消費者有利便可以了 是不是 喏 現在你就不是 你就說 我們不想做這個… 這樣的界定 就是那個… 最後那個法律 最後實施那個結果 的目的不是有利於消費者 只是有競爭就可以了 那這個當然是兩種的… 看法來的 我不要爭辯了 那你今天做了這樣的惡果 就是你中了這樣的惡… 因為這樣的惡果 就是爭云不憂的 是不是 到底什麼叫做微企 什麼叫做中小企 誰值得可憐 誰應該是… 不受這個政府的暴政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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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壓制 喏 如果有一個法例 是有些大的企業 可能走掉的 小的企業走不掉的 一定是不公道的 我說秘書長 我覺得… 那些人問你是有道理 雖然間我未必同意你 就是說有些… 眾所周知 已經大到媽媽 不認得的 那你就說 我是為了存在香港的人的利益 豁免他 那阿信當然是不信 我都是為了區的人的… 給秘書長答答的 是 謝謝主席 我想重申就是說 現在在法例的設計下 審裁處的決定是有一個上訴的途徑的 不是代表說現在我們加了那個153大B 就沒有了一個上訴途徑 那那個上訴途徑 好像剛才阿湯議員說的 其實一個上訴是可以包含很多東西的 一些司法覆核內容 其實都可以通過一個上訴途徑 是去上訴庭那裏作一個覆核的 那變成一個覆核權 是永遠存在的 在我們的法例中 我們現在並沒有改動到這件事 只不過這個是一個澄清就是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政府的決定 也都不是一個行政機關的決定 是一個法院的決定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建議做法 就如同其他的法例一樣 就都是一個高院的決定的時候 是應該由上訴庭去作一個覆核 而我們加這個條例 加那個條款 其實主要是用來澄清這一點 就是希望大家到時很清楚 法例的設計 所有日後審裁處的決定 都會由上訴庭去作為一個覆核 所以是不存在說 剝奪了一個覆核權 或者法院不可以處理一個 審議一些決定的權力 是沒有這件事 只不過是將這個架構規範去 是更清晰的意思 問題就是 你如果是一定做不到的事 你用不著寫呢 譬如我改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有一句案子 有兩個選擇 我假設是這樣 就是律師量度過信 可能在那裏 已經是政府那裏 已經錯了 不如你做司法庭去搞了它 那上訴都放在那裏 那你就不給別人 譬如現在明顯是錯了 那律師有很多人想的 有些說不在JR那邊打 一開始的時候 你明白嗎 如果這樣的時候 你會令人的權力 永遠沒有了 因為有些人覺得 這個根本是屬於司法的問題 一個人說它不是 它在行政那裏已經錯了 那到底是怎樣呢 如果你用了這個方法的時候 即是說 如果他覺得有行政的 繼續可以用這個行政訴訟的方法 即我們講的司法庭去處理還是怎樣 如果是一個行政的決定 或者譬如來講 是一個 或是舉個例子 是一個 一個做了一些事情 或者是一個 一個決定的話 那這個是可以司法覆核的 現在講的不可以司法覆核的 其實就是法院的決定 即是翌日審裁處的決定 明白 我舉個例子 如果這個 敬委會一早錯了 沒有人發現它 那一路去到那個 審裁處 審了案 那結果不滿意 那我可不可以回頭 就是一早 你那個敬委會做事的時候 已經是錯了 那這個案 到底可不可以打回頭司法覆核呢 這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問題 或者是一個律師專家 對 鳳女士 其實呢 所有提起司法覆核都有一個事限的 就是三個月以來 或者as soon as practicable 所以如果你是仍然在一個事限裏面 你可以有這個權利 但是如果你已經過了事的時候 就看看法庭會不會給你一個延期 不是 那個問題就是 你講了一個時限的問題 如果真的發現了一個 如果真的有一天這麼巧 就是說 那個時限都容許的 那你可不可以做呢 就是回頭了 因為我就說 你去做一個行政決定 導致我要去做一個審裁的時候 你在行政那個敬委會已經錯了 很多人回答了 你就說三個月都沒有這麼巧 那這麼巧那怎麼辦 就是他回去就說 你一開始 令到我要去審裁署的時候 那個程序或者 whatever 就是違憲也好 濫權也好 如果他這樣做的時候 那那個司法覆核有沒有被取消到呢 他立即進入一個 我先放下一個位置 行不行 其實就視乎 你有沒有將那個 即是你那個 訴訟因由 是在那個審裁署那裡提出了 那如果你提出了 也都得到裁決的時候 那這件事就不可以再 在一個司法覆核裡面再提出了 明白 那如果他沒有提 律師說這樣可以打了 不用理他就贏了 就是他自己送死 他如果這樣打 審裁你都贏了 那後來他請了律師說 不是的 其實他一早開始已經錯了 那你會不會因為這個條例 這樣是不給別人做司法覆核呢 會不會呢 這個純粹是一個推論 這個我想是在說另外一件事 你是在說那個審裁 那個commission 那個決定 因為你整個程序 要commission 將你落鑊 他做了一個 經委會做了一個 然後就打包送DHL 走你去被人審裁 如果他第一個 競委會已經錯了的時候 那他覺得 我要先打理那個人 你可以說 如果你本身的訴因 或者那個訴訟的原因 或者那個理據已經是其中 被人裁了 那你就沒有 我認為不是這樣 但就算是 我覺得這樣打 你會不會因為你這條條例 就不給別人去司法覆核呢 你要寫明了 就爭辯了 如果你不寫明的時候 他就去司法覆核 那些縱費 你立即做那個 即是立即做那個 才能覆核 行不行 但是你如果司法覆核的commission 是幾少得的 是嗎 你裏面三個月的時候 你是可以覆核的 明白 但是我裁決 現在政府就說 不可以司法覆核 我明白 我問他包不包 不是 幾個議員都說了 所有的事情 給政府聽 那你不如就等政府回去 量度一量 然後再回來 給我們 好嗎